利用Google的云端硬碟 当然第一个你需要一个Google账号 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所以如果你没有Google账号 你这个后面就不用做了 所以你 上一半好像有同学忘了密码 没办法这个自己再把它找到了吗 还是重新申请一个 反正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要有一个Google账号 那有个Google账号之后的话 再把它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之后的话 功能就是在这边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里面有个新增 那你会发现新增里面就一堆功能 你会发现它有一堆这么多功能 越来越多 那其中有一个 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以后如果你要做相关问卷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个功能来做 那这个东西我已经用了非常多年了 然后里面大概点击进去 我想细节部分请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标题在这里 说明在这里 那你的选项部分的话 它有很多种选项 基本上有什么简答 段落 单选 核选 下拉 还甚至还可以上传档案 然后还可以什么刻度 等等的 不过理论上 可以用不了那么多 我大概 像我的问卷里面 只有简答 段落吧 段落可以填多一点 单选 核选 大概这几种 就OK了 那至于说底下的东西 如果你 我是建议 当然 我是希望如果说 你可以加的话是最好 因为等于是加分 表示说你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功能 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 主要还是上面这四种为主 那我是希望呢 你们把那个问题设计一下 比如说你要问你身边人有些相关的问题 包含就是像 这个题目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行设计 那我们设计完之后的话 最好是你可以先把它打在那个卧的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 分别把这个资料填上去 填完之后的话呢 大概就是第一个问题 比如说像我这边会有个壁填的话 就是会有信号 表示说你将来设计的时候 问题打上去 那这边有一个壁填 这个壁填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表示说这个问题它没有填完 它这个没办法送出 那当然其他部分 你也可以再去选什么段落 它马上可以让它想答 或者是说呢单选 那至于档案上传 好像我没用过 它好像可以把东西上传上来 是不是之后也可以利用这个功能 比如说有人要 你们要交作业 其实也或许也可以用这个功能 比如说作业缴交 不见得一定要交到Portal 随便可以把它用这个功能加上去 那诸如此类的 把这些加上去之后 然后呢设计出 总共至少五道 应该它五道题为主 大概五道题 比如说里面的话呢 可能就是请它填一下 它的那个学号加姓名 然后呢像我这边是选课动机 或许你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想一个相关的题目 然后你可以让它单选或多选 那最后的话 当然它就送出结果了 会自动到哪里呢 会到你的那个 特别之后 以后如果你要看结果的话 你可以这边也有一 假设这个问卷是你做的话 它的这个右上角会有个编辑 那如果你想要看这个最后的结果的话 因为在下个礼拜 我希望各位可以把这个问卷送出去 然后呢请其他人填完 填完之后呢 请你告诉我 你最后作答的结果 就是别人做完的 因为最后做完结果 你要做统计分析 大概了解一下 那这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点这边编辑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出现说答复的数量 有没有 你会发现点进来 它就会切到这边 实际上就是设计画面 你可以再修改这个问卷 另外呢 填写完的 像上个礼拜有填问卷的 有47个同学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里面的结果的话 你可以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 当然可以看到里面的填写结果 那我下一个礼拜吧 我讲过是说 今天的话你就是教什么 教那个连结跟那个QR Code 所以今天的话就是把那个眼睛部分 比如说你做完之后 那他送这边有一个那个眼睛部分 把它预览 那你可以把这个预览 预览实际上就是 你将来要给其他人填写的网址 不过呢 他给的网址太长一串 那你希望怎么把它缩短 缩短的方法的话 记得把这个网址复制 复制完之后 再到那个gg.gg 其实就这个网址 gg.gg 然后把它Enter一下 那你就把这个网址贴上 那gg.gg 它有那个两种用途用法 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 这个网站上面 你可以去注册 这边有个注册 那像我是有注册了 注册的好处就是说 将来你这个网址可以做编辑 比如说你可以 可以修改那个网址 或者是删除那个网址 那如果你不登录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贴 它好像也会直接出现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 自己给一个名称 如果那个名称不存在的话 它就可以让你使用 比如说我用ABC 像这种 会不会太常用了 ABC 好看看有没有 Shootin 你会发现这个link 它already exist 就是不能用 因为ABC太多人用了 那当然如果说 ABC 23看看会不会有人用 还是有人用 所以你不能取一个太 太通一般的 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名称的话 不然干脆好 把它打勾 自己Shootin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短的网址 其实这个网址也不难记 OK 那将来呢 今天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绞交这个东西 绞交短网址 并且呢 还有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上到Poto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网址复制 贴到那个记事本 或Word里面存档也可以 另外有一个东西叫QR Code QR Code按右键 这边有另存 另存图档 那你可以把这个图档给存起来 也许放桌面上 所以今天的话至少会有两个东西要给我 一个是 那个你的那个什么呢 你的问卷的缩短网址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的那个缩短网址之后的那个QR Code 这两个东西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呢 就是再来就是 你要把这个东西给你身边的人填写 那填写的话呢 填完之后再把那个最后的结果告诉我 那最后的结果 我希望看到什么 我刚刚讲过 我这边有一个编辑表单 你可以在里面看 我是希望你们给我这个图 比如说最后会有个统计图 有没有 你把这个图给照相起来 我讲过好像照相功能在 Windows里面有个内建的 好像有一只 那个什么 复权用程式里面 好像有这个 减取工具吧 你就把这个 刷一下 框一下 放开 那这边就一张图 你就把这张图存起来 那我希望看到就是说 他如果是单选 复选题好像会是这种 支条图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单选题的话 他好像会是像底下这边有一个叫派图 圆柄图 那也就是马上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个班上同学 比如说针对我问的问题里面 给的问题答案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最后有提到的这个相关的东西 所以这个礼拜先做两个东西 就是短网址加QR 下个礼拜的话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我 另外的话 其实最近 因为学校有一些政策 就是希望同学大一就开始学程式设计 这部分的话 其实效应也慢慢发效了 所以我上礼拜好像跟各位讲过就是说 那个在新闻里面 有就是联合报 他有跑来那个学校采访 好像有同学也愿意 好像也希望上新闻媒体 那里面的话我就想一个问题说 其实这个新闻 我是觉得没有太特殊 但是问题是说 你们可以思考 我蛮希望就是说有没有同学 其实你也可以想想看 到底那个 问题 你到底中文系的学生 需不需要学程式这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说 中文系学生呢 为什么需要 就是学习这些新的技能 的原因何在 也许你可以发一些 我蛮想知道说到底 比如说你身边的大学生 他们怎么去针对这件事情 去认知 其实新闻里面也看到蛮多 你会发现虽然这则新闻出来了 可是底下就会有一些留言 这个留言也蛮妙的 大概正反两面都有 就是什么 不如叫中文系关掉 直接学程式 免得浪费时间 这种认知其实我觉得倒有点太over了 OK 那你怎么想 对不对 还有呢 真好奇他教的程式是什么 OK 然后呢 这年代什么 什么 这个 教育只能 OK 能像这位 一样 很困难 OK 至于当然还有其他的 这个是一般比较 认识 还有什么 说中文系什么 在50年前 中文系就没有工作了 都知道 还在讨论这个 那底下就有人说 50年 就大概反对他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多少钱吗 这个好像也是没有重点 重点在哪里 底下的话 这颗卡管关键人 这什么 我们不对提 然后底下说 什么 中文 对对对 中文硕士博士念的都是屁 讲的怎么这么重 OK 那你们呢 还好没有写中文 学士 OK 对不对 念完之后竟然转行 教程式设计 然后呢 一堆中文所的教授们 真不 听到不撞墙 还真的 有修养 不过我觉得 为什么有人会有这种偏差 你学的东西 跟用未来你的方向 难道会有 就是一定会有 必然的绝对关系吗 我觉得导致每个人 想法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我导致蛮希望 就是看到说 针对这些新闻 你们大学生 大概有什么看法 比如说到底 中文系里面呢 是不是应该大家都来学城市 像我中午开会的时候 也在讨论这件 其实只有其他系所本来就有修城市 但是中文 人文 这个科系比较少 那后来呢 那个联合报 他发了这个新闻之后 他后来好像又发了一个新闻 好像发了一个联合晚报吧 联合晚报 他发了一个新闻 好像是PTT里面有转载 这个是PTT的那个 什么 相公所 然后呢 底下呢 就把那个文章给转载了 转载就是 因为他 好像那个记者呢 又把新闻又重新改写 然后呢 因为那时候好像讲说 真的蛮难教的 因为大部分同学 其实都没有什么基础 那所以呢 底下就有人呢 也做了一些 那个回复啦 不过回复的相对大学生 是相对的辛辣太多了 OK 什么 有没有 让一个读中文背景的人来教城市 对 甚至还要像什么 学完之后 请中文系去当马龙 什么 OK 等等的 看起来好像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他说中文系的太好笑了吧 这什么 实在是 感觉好像 你会发现 里面一面倒的 就感觉好像 是非常瞧不起念中文系的人 好像念中文系的人 就是 没有那个能力的样子 OK 那当然我会觉得说 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一般 刻板的印象 所以呢 如果说 你假如说 那个你的问卷 如果还没做 还没想到什么题目的话 或许你可以针对这部分 也许来探讨 然后大家设计大概五个问题吧 或者是说你已经设计了 如果你想要多一个加分的 加分的那个 就是作业加分的题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针对这个问题 你再设计一个问题 我主要是希望说你找你身边的同学 帮忙去就是做问卷 其实我比较想要看到的是那个最后的结果 到底那个 有没有你设计出那个问题 然后呢 大家比例上面呢 比较认同哪一部分 也许这个题目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至于呢 这个新闻的话 这个标题 你就Google什么 中文博士改教程式 这个应该可以找到这一则吧 另外一则好像就是 它题目是什么 那个中文系也开始学AI程式 类似像这些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着先把那个上个礼拜提过的 那个有关 就是问卷 用Google表单做问卷的这个部分 先试着 把它大概整理一下 那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的 今天要交的Poto作业就是第一个 那个你要交一个短 缩短网址 用g.gg缩短网址 并且产生QR Code 并且产生QR Code